桃桃 妈 妈 怎么了 你给我坐下 你说怎么了 桃桃 我就问你 什么本事呀 怀个女孩 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孩 不能要 妈 这为什么呀 你说为什么呀 这我们家 三奶专盘 就最跑这一个儿子 你现在 怀个女孩 怎么为我们家 团托接代呀 我想让男孩 聊大骗子 妈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男女不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这男孩呀 能为我们家团托接代 这要女孩子 有什么用呀 脏啊要吓人的 她就是个赔钱伙 桃桃 你怎么拿我做理由啊 我看你啊 就是卖本事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生男生女 这也不赖我呀 不赖你赖谁呀 难道赖我 桃桃 我告诉你 今天就去 把这个孩子 给打掉 妈 这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这不能打 有危险 有什么危险呀 现在医术这么高明 妈 这七个月 孩子都已经成型了 不能打 成型又怎么样 这个没生下来的 妈 这孩子我不打 再怎么说 他也是一条生命啊 什么生命呀 他生下来 才才是一条生命 没生下来 什么都不是 这个事呀 我说的算 妈 这事 你跟尊宝说了吗 他知道 你要打孩子吗 又能老给他说吗 涛涛 别过那么多废话 今天 我也带你去 走 我不打 走 我不去 妈 我不去 过来 医生 怎么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我二人媳妇 怀孕七个月了 想把孩子给打掉 想把孩子给打掉 是啊 医生 我不打 说什么呢 阿姨 既然这位是你二人媳妇 他肚子里面怀的 应该是你家的孙子吧 你怎么想着 让他把孩子打掉啊 再说了 这个孩子在他身上怀着呢 他打不打 应该由他说了算 不应该由你啊 医生 您是不知道 什么孙子呀 他怀的 就是一个丫头片子 我不想要 阿姨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生男生女 不都一样吗 还有啊 他是孩子的母亲 你应该追踪他的意见呀 追踪他什么意见呀 医生 我告诉你吧 在这个家 我说的算 再说了 我们家 可是三代专权 到我儿子这一代 我们都让他 干了后呀 要是家里干了后 我怎么 像我们那 列宗列宗交代呀 我劝你 你们还是回去商量商量吧 你看 他这月份毕竟这么大了 要是银产的话 对他身体也不好 再说了 他老公也没来 到时候 就是做这个手术 那谁给他签字啊 医生 这个事 我已经决定了 不用回家商量了 再说了 我儿子呀 他不在家 在这个家呀 我说的算 呃签字的话 我签 既然你都这么坚决了 那我就要跟你说一说 既然你要做这个手术 到时候 他所出现的风险 都要有签字的人全部承担 那行 呃 我承担 这能有什么风险呀 签字 这医疗报名了 那行嘛 那你这样 你先出去 把字先了 那行 逃逃 你在这等着 不许乱跑呀 我去掐这儿呢 姑娘 你真的想好了 把这个孩子给打掉 医生 这个孩子 是我婆婆让打的 我不愿意打 刚才 我看你那样 我也看出来了 你也很舍不得这个孩子 既然你不愿意打 要不这样吧 我这个房间里面 有个套间 你先躲在里面 到时候你婆婆来了 我就跟她说 你走了 行 那谢谢你了医生 谢什么呀 这孩子 也是一条生命啊 你先过去吧 行 那医生 麻烦你了 不麻烦 这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有这样 思想老旧的人呢 医生 我思绪掐好了 哎 我儿媳妇呢 她 她走了 你说什么 医生 我儿媳妇在这呢 你怎么能让她走了呢 阿姨 她是个人 她要走 我怎么可能拦得住呢 对了阿姨 既然你回来了 我就跟你好好说一说吧 我说什么说呀 我儿媳妇在你这儿跑的 这死人呀 就怪你 你先消消气 听我说吧 你说 你儿子娶个媳妇 应该也不容易吧 你们家居然娶了这样的媳妇 你们应该好好对待她呀 怎么 她怀了一个女孩 你们就让她打掉呢 这都什么年代了 生男生女 不都一样吗 不都是你们家的孩子吗 不一样 这是男孩子呀 能跟我们家谈刺激态 这要女孩子 有什么用呀 再说了 这我们的村子 人家生的都是男孩子 我出门呀 这还丢人 你怎么还是这一套 老四季风向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男孩女孩都一样 而且 现在国家都说了 都提倡男女平等啊 你怎么还是这样的思想 还有 就算你说的 生了个男孩 那又怎么样呢 他长大了 能陪在你身边吗 他不照样 需要出去打工挣钱 但是女孩就不一样了 人家不就说了吗 女孩啊 是妈的贴心小面好 她能陪在你身边 照顾你 照顾什么呀 他知道要嫁人的 这男孩子呀 不管怎么说 这能整天 在我们家守着 守着你有什么用呢 阿姨 这有些人 他虽然生了儿子 但是他儿子不孝顺他 不也是一样的结果吗 但是女儿 虽然嫁人了 但是他也会管他一辈子的 再说了 这生男孩生女孩 也不是你儿媳妇 一个人的决定的 我不管 反正啊 我就想要大身子 我现在就问你 我儿媳妇呢 他人在哪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你儿媳妇 已经走了 别的不说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孩子打了 到时候要是手术上出现了什么风际 你能承担吗 你儿子回来了 你怎么向他交代啊 有那么严重吗 阿姨 你想的太简单了 怎么会不严重呢 这生男孩生女孩 都是你儿子给你儿媳妇他的亲战宝贝 他们都不在乎 你在乎什么呀 我跟你说的话 你要听到心里去 这不管生男生女 都是你儿子他们的事情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现在应该安度晚年才是 还有 不管生男生女 都是你们家的人 都是你的孙子孙女 你都应该高兴 不能一说 因为她这女孩 你要把她自己打掉啊 你怎么不为你儿媳妇的身体考虑考虑啊 她的孕分这么大了 如果把孩子打了 她出现什么意外 该怎么办呀 我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 因为把这个孩子打了 你儿媳妇在手术上面 出了什么风险 你能承担的险吗 到时候 你儿子要是再娶个媳妇 要花很多钱的 你们家有那么多钱 可以再娶个媳妇吗 医生 你别说了 我听你说这些 我也明白了 这不管我儿媳妇 反正是男孩女孩 都不打了 你能那么想就对了 那好 医生 谢谢你 我先回去了 这我回去看到 我儿媳妇到底怎么样 哎哎 阿姨 你儿媳妇其实没走 在我那房间里面躲着呢 我让她出来 姑娘 你出来吧 哎 涛涛 姑娘 这事情 我已经跟你母亲说清楚了 你们可以回家了 是啊 涛涛 我听这医生 说了一番话 这妈呀 也想明白了 不管你回家男孩 还是女孩 都是我儿子 你们两个的孩子呀 以后都会喊我奶奶的 我都高兴 妈 你真这么想的呀 那我真是太开心了 医生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对不起 以前 对着妈的错 妈不应该 用那种老思想 你放心 这以后 我再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了 以后我回家好好照顾你 妈 只要你不再说出那样的话就行了 那走 那咱们回家吧 好 医生 我们也走了 谢谢 谢谢医生 不用谢 赶紧回家吧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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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